绍兴三十一年,金军大举进攻南宋,宋军得知情况后,迅速组织反击,经过一段艰苦作战,宋军成功击溃金军,获得最终胜利,按理说,赵构不该在这时候宣布退位,那么为何会这样这情况,目的何在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主要就是这场宋金之间战争,让赵构心态彻底崩溃,觉得已经没办法继续当皇帝,所以干脆将皇位传给养子赵慎,自己退居幕后担任太上皇,我们知道,当年赵构为了皇位放弃父兄,不愿收回祖宗之地,同时还放低姿态和金朝议和。 哥让土地又赔款,杀害一搏云天岳飞,可谓舔狗至极,赵构的行径让无数人不敢苟同,按理说,赵构是地位如命,不太可能交出皇位,那么,究竟是何种原因交出皇位? 我觉得,肯定是出了一些让自己没办法忍受的事情,迫使自己交出了追求一辈子的皇位。 绍兴十一年,一千一百四十年,十一月,金国派消逸,刑具詹为审议史,随魏良辰回南宋,提出议和条件,并将赵构生母为太后的信一并送达,双方经过一番协商后,不久后便签订了合约,民族英雄岳飞成为这场合一牺牲品。 此后,宋金两国进入蜜月期,整整二十年内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,这让赵构觉得自己有可能就这样度过一生,很多时候,想象确实美好, 可现实一点都不太好,这一年,金主完颜亮派人来到临安,将赵构大骂了一顿,赵构被骂完后,金国使者又告诉他一个晴天霹雳消息,金军六十万大军已经南下,打算一举踏兵南宋,五十四岁赵构得知这个消息后,心态瞬间有些崩溃,自己作为异国之君居然遭受如此遭遇,内心实在有些崩溃,因而独自一个躲到屏风后面哭了起来。 皇帝突然离开正殿,侍卫流言便跟随进去,但他们在屏风后面找到赵构的时候,见到年过半百,赵构居然独自一个人在伤心地哭泣,侍卫流言瞬间有些慌了,立马就去找宰相陈康伯,让他赶紧去劝诫皇帝让他不要哭,陈伯康健壮立马找到了皇帝,对其一番劝慰, 才让赵构心情得以恢复,赵构为什么会哭,我觉得必然有些事情,让他感到深深挫败感,否则也不会让这位历经无数风雨的帝王流下眼泪。 当年,赵构为了能顺利议和,以极其耻辱的条件,答应了金国的要求。 这些要求中包括称臣,割地赔款,杀民族英雄岳飞,罢免韩世忠的官职,如此屈辱的条件,赵构全盘答应,同时拒绝大臣们北伐建议,打算世代和金国化疆而至,从中可以看出,为了确保自己江山无忧,赵构将姿态将姿态放得很低,为的就是让金国打消对南宋的妄想。 二十年后,金军再一次打算南下的,入侵南宋的时候,赵构内心瞬间崩溃,觉得所有努力变成一场空,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笑柄,这让他内心难以接受,最终落下了眼泪,赵构知道金国骑兵厉害。 觉得自己军队不是对手,所以在宰相陈康伯拉着自己手回到寝宫的时候,又一次想到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纪,陈康伯见皇帝又想跑,二话不说,直接劝住赵构,说你是大宋有千万人口,数十万军队,你是高高在上皇帝,如果你跑了,谁还给你卖命? 赵构觉得陈康伯说得有理,于是暂时放弃了逃跑的打算,打算看看局势变化,可到了晚上,赵构又一次后悔,还是想逃跑,于是给陈康伯下了一道圣旨,就是如果还没收到金军撤退的消息,各级关押就赶紧跑路吧。 赵构害怕大臣又一次来劝自己,直接怂恿百官先跑路,自己后面开溜,这样就没人阻挡自己,陈康伯接到赵构的圣旨后,直接被气炸,可他没有听从赵构命令, 直接将圣旨烧了,第二天,赵构没有听到金军撤退消息,各级关押也没跑路,赵构有些纳闷,将陈康伯找来问话,陈康伯告诉皇帝是他将圣旨压了下来,顺带烧了,赵构一听弃了钥匙,直接让人把太尉杨存忠找来,让他去调集大船,保护自己跑路,杨存忠本就是主战派,一听到赵构有要跑路,立即和陈康伯一起劝皇帝。 经过两人劝解后,赵构打消了又一次逃跑的念头,看皇帝逃跑念头已无,杨存忠认为皇帝可以效仿宋真宗到前线督战,这样可以鼓舞军心,赵构听了杨存忠的话,彻底吓尿,他当年是见识过金人威力,这让他为金军,觉得自己军队如何打都不是金军对手, 因而他才会想到主动求和,杀岳飞割让土地,同时每年支付赔款,换取自己江山无忧,所以,赵构是十分不愿意去前线,很担心自己会成为战俘,后来,他经不住群臣的劝,只能去前线督战,好在宋军在于允文的指挥下获得胜利。 金军则因为内部发生矛盾,完颜亮被杀,以至于灭诵行动不了了之,赵构皇位算是保住了,这件事情中,赵构完全被吓傻了,所以他在金军撤退后不久,便将皇位让给杨子赵慎,赵构退位其实很简单,他觉得如果自己依靠挑着这个千金重担,有可能没办法善终,所以,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朱皇位,让赵慎成为新任君主,一旦前线有战事,大家只会让赵慎上前线,自己在后方待着, 安全又方便跑路,之后,赵构便安心做起太上皇,吃喝无忧,还能做喜欢的事情。 一直活到了81岁去世,赵构会想逃跑,主要是学习自己老爹徽宗,毕竟他在金军进宫开封的时候,什么都不管,直接跑路,将烂摊子交给儿子亲宗,这让赵构觉得此相计谋很不错, 也而,他在于允文击溃金军取胜后,二话不说,直接交出皇位,自己安心,做太上皇,岂不美哉,赵构传位给赵慎也是有些无奈,因为靖南之意,已经将太宗后裔基本上清理干净,剩余那部分全部跑到江南,再加上自己又在金军追击中丧失剩余能力,这让赵构不得不考虑选择皇储人选。 他本想将目标放在太宗一脉,奈何能来到江南太宗一脉没多少人,所以他只能选择太祖系,毕竟这个江山赵家人的,只能由赵家人来担任,于是他开始寻找太祖系后人,经过一番查找后,他选中了家世平凡的赵慎,赵慎继承皇位后,对赵构十分孝顺,这让其很高兴,觉得自己选对了继承人,从而将更多权利交给赵慎,不过在一切关键权利没有交出,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赵构去世,赵慎才有机会成为实权君主,我觉得赵构是个自私君主,因为自己私怨。 善杀岳飞,不允许国人宣传抗金思想,并且还抛弃天下黎明,我觉得他是个自私之人,完全不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,内心只有自己的人,难以成为一位明君,毕竟,这样的人难以对得起在前线为他拼杀的将士赵构的这一举动,让后人对他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不解, 为什么他会在行事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选择妥协,为什么他会杀害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将领,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隐藏在赵构那诡诀复杂的性格之中,赵构的性格分裂体现在他的许多决策上。 他既有着明智的一面,能够审视度视,采取有利于国家的政策,又有着昏庸的一面,常常因为个人的恐惧和懦弱而做出错误的决策,这种性格上的矛盾和分裂,使得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争议和谜团,对于赵构的评价,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,有人将他定性为忠心之主,认为他在南宋的建立和稳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, 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有病态性格的昏君,一个只想抱残首缺,满足于与金人平分天下的昏庸帝王,这些评价都有其合理之处,但也都有其片面之处,因为赵构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人物,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争议,总的来说,宋高宗赵构是一位被历史迷雾所笼罩的帝王,他的性格复杂而诡诀,他的决策常常出人意料,南宋龙兴元年,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悄然来临, 三十六年之久的宋高宗赵构,主动选择了退位,将皇位善让给了他的养子赵慎,自己则过上了逍遥自在的太上皇生活,赵构,身材魁梧,屡历过人,他的胆魄却并未与他的体魄相匹配,建言三年,他唯一的儿子夭折,这无疑是对他极大的打击,之后,他一直无子,直到绍兴三年,他在宋太祖赵匡印后代中选中了赵伯从,也就是后来的赵慎, 作为储君候选养育在皇宫中,赵伯从天资聪颖,博文强继,很受高宗宠爱,并悉心栽培,绍兴三十年,高宗正式宣布立赵伯从为皇子,并更名为赵慎,自建言元年即位以来,高宗赵构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,饱受惊吓,身心疲惫,他早就有了善未之意,而赵慎的出现,无疑让他看到了希望,赵慎被立为皇子后,却数次表示拒绝接受皇位, 大臣陈康伯认为,此事不宜操之过急,应该先确立赵伯从的太子地位,是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意思,然后再举行善未大礼,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,最终在绍兴三十二年下赵退位,善未于赵慎,自己则当上了太上皇帝,赵构的退位并非一时冲动,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, 他深知南宋军民的抗金热情大振,抗金运动风起云涌,是难阻挡,而积极抗金又违背了他的初衷,因此,他选择了退位,将皇位善让给赵慎,退位后的赵构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政治的影响, 他经常告诫赵慎不要轻易与金开战,因为他深知金的实力不容小觑,一旦撕毁合约与金重启战端,对于好战的经过来说只是胜负的问题,而对于南宋则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大事,赵构的这种谨慎态度也影响了赵慎的执政风格,纯熙十四年十月八日,赵构在德寿宫中安然逝世,享年八十一岁,赵慎追逝他为神武文献孝皇帝,妙号高宗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